今天做了一个长视频 完全的知识分享 给大家完整的呈现一下 加州新房 Walkthrough或者叫Orientation的过程 这个就是交房以前的步骤 房屋的宣讲会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这个水阀是控制外面浇水的系统的 如果要换水管之类的 关这个阀就可以 这个地方是整个房屋店的控制中心 上面标明了 每个屋子甚至每块区域 要用哪个开关来控制 这上面就是一个消防的铃声 如果房屋喷水 因为有火什么的 它这个铃就会响 通常这个步骤 都是先从房子外面开始 这个就是一个自动的灯 到了几点 它就会亮这样子 可以设定时间 这个地方就是整个房子的燃气表 要用专门的工具或者钳子 才可以打开或者关上 竖着就是打开 横着就是关上 房子的周围有这种小管子 它是贴地的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就是整个房子热水系统的一个限压阀 你可以手动的 它也可以是自动的 所以当你发现有水从这里出来的时候 就不要奇怪 这两个黑的呢 是房屋自动喷灌系统 就是浇草坪的 就是那个阀门 如果要接浇草坪的管子 就从这儿接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下水的系统 它现在给你展示的这个是空调的控制电源 然后里面有保险丝 如果坏了的话可以换 这里呢 是房子外面的一个电源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水阀 可以接管子来浇草坪 这里呢 有个电源孔 可以装一个房屋安全的一个监控 这上面这个是门铃的一个变压器 开发商呢 会在这里贴一个条子 他告诉你每个东西 然后大概多少年维护一次 就是它的频率是怎么样的 这种叫Tankless的热水器呢 就是没有大罐子的 既烧既热的 但是水会比较慢 它旁边的那个呢 就是自动喷罐系统的一个控制器 这边呢 有几个接口 然后里面有煤气的接口 还有那个电车的接口 就等等的 这几个 然后看是什么的话 就打开看一下 上面有螺丝很容易开 这里呢 就是它那个全屋的消防系统 如果屋内有着火什么的 这个就会自动的盆水 大家不要动这个 这上面这个圆的 这个方的呢 是太阳能的一个接口 这个呢 是车库的控制器 上面有一个备用的电源 车库呢 是这种感应的 脚一放 它的门就上去了 甚至说 当它门下来的时候 感受到这种压力 这个门也会自动的上去 所以安全性是非常的棒 这个是室内卫生间的开关 它里面有排气扇的 有那个感应开关 人进来的话 就会亮起来这个灯 这个马桶这个特别注意 因为根据家住的要求呢 你轻轻的按 它只能放半桶水 使劲的按 然后才可以把整桶水放完 所以有的人呢 就是会跟开发商讲 说为什么我冲完了这个厕所之后 就是那个东西还在那里 这里呢 就是台下面的一个水阀 这个新房子都是按的那种 按下去拔上来 就是断水或者是开水 不像以前是要拧的 因为很多人他拧错了 有时候就把它拧坏了 洗手台旁边的柜子 它这个特别好玩 是可以拼装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拼起来 这里面的开关呢 有一个是可以控制插座的 那个插座的方向 上下是跟别的不同的 所有的窗呢 都是可以这样拿下来的 很容易 这样的话呢便于清洗 这个是他在给示范 卧室里面呢 都是烟感器 外面都是一氧化碳探测器 这个是楼梯的开关 这个开关呢 可以打开上面的灯 然后呢 在楼上 还有一个开关 就可以把它关上 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 这个是装一个WiFi的扩展器的 这里呢 有一个是空调的进风口 还有一个是全屋空气循环系统 这个是两套系统 全屋循环系统呢 就是在洗房里面控制的 这里有开关 这个门呢可以上天花板 然后它那个空调的直热 那个系统是在上面 这个地方呢是网络的一个中枢 所以如果你要装宽带就在这里 然后这是洗衣房洗机烘干机 这是水阀 这是出水的 烘干机的这个燃气管呢 它这个是树的比较少见 因为它说呢 旁边是卧室 所以它不想放到墙里面 洗衣房的这个柜子下面 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这个呢是中央空调的控制器 楼上楼下都各有一个 但是控制的是同样的系统 它说呢这个温度呢 大概就保持在70华氏度左右 然后不要过低或过高 因为这样的话呢 会让房子产生热胀冷缩 对房子不好 这个呢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这里呢就是展示这个主卧 它里面有四个LED灯 还有中央中央的吊灯接口 然后这里呢是衣橱 衣橱它里面也有空调的出风口 因为你把门关上以后 它里面有可能会很热 这个是主卧的卫生间 然后有这种浴缸 还有这种占浴的 它的这个洗手台 还有浴缸 它都装了这种 如果水满了就会露出来的这种口 这个是全屋的 只要有槽的地方都会有 现在呢咱们看的是一楼的客厅 它天花板上预留了四个就是接口 这四个接口呢是装全无音响系统的 所以直接买了音响系统装上去 不需要重新的接线 而这个地方呢就是接各种电视的 还有上下就是来拉线的这个 都在墙里面可以进行 不会漏到墙外面 很方便 里面是一个管子 这个上下的扣 这里呢就是厨房的断电保护开关 这些插座上都有断电保护的 按照家住的规定 就是靠近水的地方都要有这个 这个是中央的导台 它上面也有这种插座 然后这边转过来呢 它是USB的 是可以充手机的垫的这种 微波炉跟烤箱是一体的 全都可以通过上面的面板进行控制 这个是强力的抽油烟机 然后上面的滤网 是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拿下来更换的 而且呢这个滤网是可以放到洗碗机里面去洗的 厨房的柜子特别多 各种各样的 然后都是可调节的 甚至还有这种推拉的 然后可以放到 spend 然后可以放在一面板里面 然后就可以放在一面板子里面 然后可以放在一面板子里面 然后就把枝式进行 你就把整个盆子里面 那么可以放一片的一面板子里面 然后 encore可以放在一个 然后来钱 是的 然后就把枝式进行 好 中岛这边会装一个洗碗机 还有一个大水盆 水盆下面有打碎机 这个厉害了 这水盆是感应的 手一放到那里它就停了 一放到那里就出水了 而且可以调节各个角度 还可以变成这种喷洒的模式 这个很棒很棒 它也留了一桶油气在这里 就是柜子的之类的 然后哪个地方如果有脏了 可以补一补 这个是一个半小时的厌房 被我压成了十分钟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单独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